直到今天 我们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们 仍然在反复给我们讲述这些红颜祸水的故事 仍然在反复地在为我们曾经有过的帝王制度和帝王政治文化传统们 做百般的辩解 于是我们就能够看到 商朝王是因为大忌 西州王是因为包氏 吴国王是因为西施 西晋王是因为贾南风 北魏王是因为胡太后 北齐王是因为冯小莲 南臣王是因为张丽华 然后南唐王是因为小州皇后 后蜀王是因为花蕊夫人 北宋王是因为宋徽宗在更月之上 广众博收财因补扬 暗室之乱了 说是因为杨贵妃等等等等 他们唯独不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一个男人掌握了公共权力之后 就几乎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的祸害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 这是因为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 和制度出了大问题 仅此一端 讲述这些故事的政治经营和文化经营们 他们有多么卑劣 其实已经彰显无疑了 那些乐呵呵 屁颠颠的听着这些故事 并且心向往之的中国男人们 可怜到多么不堪的程度 其实他们遭遇了所有的这样的轮回当中的痛苦 他们遭遇到的这种祸害 在很大程度上 说实在的是他们自己招来的 这也是一个不说也罢的话题 和任何时代一样 陈书宝的这个南城宫廷当中 也有胸怀良知 并且敢于这样仗义直言的人 中国人习惯上把这种人称之为忠臣 那么显然 但凡出现忠臣的时候 就经常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主政治 不是出了大问题 就是整个国家已经走到了大崩溃的边缘 那么我们下边所要看到的 这个傅宰和张华 就是这样的两位忠臣 这个傅宰官居 中书通事舍人 相当于什么呢 用今天的官位来比较 他相当于在皇帝身边的机妖秘书 兼机后局局长这么一个角色 皇宫内外的内通外达的事物 为他负责 为皇帝起草各种造书文告 并且沟通内外 这是他的职责 陈淑宝做太子的时候 这个傅宰就是他的太子绷工的属官 所以呢 他算得上是皇帝之根之底的自己人了 这个人思维敏捷 他的文笔非常棒 陈淑宝曾经特别倚重他 那么这个傅宰呢 因为他有才 所以很多有才的人都会嗜财傲物 这样的人也经常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他经常的有话就说 刚正宗旨 所以就把陈淑宝中围的一群宁臣就围着陈淑宝 给他拍马屁一样 陈淑宝每天快乐无比的这批宁臣们 就特别恨这个傅宰 因为这个傅宰只有傅宰敢于实话实说 把他们的那些丑太友的时候 当众给揭出来 那么这些宁臣们想了一个办法 就他们联合起来 就说这个傅宰在接待这个高丽派来的使者的时候 曾经收了这个高丽使者的贿赂 那就这样 这个傅宰就被逮捕了 就被关到大牢里面了 那么在监狱里边 这些傅宰根本就不改本性 他该说什么就说什么 给这个陈淑宝上书 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酒色过度 完了并且痛斥朝政败坏 奸淫弄权 满朝之上尽是萧小之辈 可能里头有两句话 挺有名的 叫做恶宗旨若叩仇 是百姓如草戒 因为这个导致了天怒民怨 众叛清离 然后他说他恐怕东南王弃 尽私而尽 陈淑宝读完了之后 就怒火攻心 一时间就怒火高万丈 但是呢 他想来想去 就觉得这个傅宰既有才华过人 同时又是自己身边的老人 是信的过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派人去问这个傅宰 他说我是想豁免你 你能改过 别再这么胡说八道了 行不行 那么傅宰的回答很坚决 他说我心如面 面可改 心才能改 就说我的心和我的脸是一样的 我的脸能够改 我的心就能改 我的脸不能改 我的心也没法改 陈淑宝就下令 好吧 我成全你 就彻查到底 这个傅宰就终于被 在监狱里边被弄死了 这个时候 正是隋文帝阳间 为了罚臣 然后锦罗密鼓 做周密准备的时候 那么另外一个大臣 这个张华 他就上书给这个陈淑宝 他在给陈淑宝的一个上书里边 写的也很厉害 他劝这个皇帝 万万不可沉溺在 宠臣必怯的温柔富贵梦里 否则 臣见迷路 浮游于孤淑宜 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历史典故 就是国家亡了之后 那个宫廷的那些 厅台楼阁都坍塌了 然后杂草重生 那个路啊 野生的路都会到这里边 把窝来吃食来 就是意思就是会亡国的嘛 这回陈淑宝非常干脆 当场下令 他把他堵来之后 就马上把他杀掉了 平行而论 能够围绕在皇帝身边 围绕包围着陈淑宝这些人 全都是聪明人 没有一个人是傻瓜 没有一个人是笨蛋 只要能够在皇帝身边 能够每天邪奸残笑 溜须拍马这些人 全都是聪明人 智商都很高 只是这些人的人格非常低下 没有什么人格可言 他们也不在乎你们怎么看他 他们既不在乎你现实的人怎么看他 也不在乎历史怎么写他们 只要有现实的好处就行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 说起来 他们每个人 智商都很高 而且既有文才 又有风流 而且更加善解人意 尤其是善于揣摩上意 所以这些人 他们一般自我感觉 就不是一般的好 他们都觉得自己 文能安邦 武能定国 各顶各都是不四出的文武全才 所以呢 这些围绕在陈书宝周围的这批人 虽然他们的所有才能就是拍马屁 但是只要当时的那些军事将领们 稍微有一点点过时 或者是没有什么过时 只是让皇帝感到不开心 这些人就会穿闹到皇帝 把他们的军权夺过来 然后通通交给了他身边的这些马屁精们 就这样 南城国文武解体 史书上这样说 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解体了 没有人在心里边 还是想要坚决的捍卫这个国家 保卫 没有所有的东西 所有正能量的东西 都是停留在口头上 那么到了公元588年的4月 隋文帝阳间下造讨伐南城 陈书宝 这个隋文帝阳间在讨伐南城 下令讨伐南城的同时 他把陈书宝的二十大罪恶 制作厂的三十万份传单 就在江南地区广泛散发 这可能是到那个时候为止 中国最早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宣传战 舆论战和心理战 在世界范围内 这么做事情的 大概也可以名列前茅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 隋文帝阳间就派出来他的儿子 晋王杨广 秦王杨俊 还有当时的那个 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我们今后会讲到很多这个人的故事 就是清河王杨树 他们作为新军元帅 共派出去的九陆大军 由九大主管分别同管 然后有五十一万八千名士兵 兵分八戮 大局发陈 第二年正月 这个隋军从广陵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扬州市渡江 不久以后 就发生了那个流传千古的故事 隋军进入到了石头城 就是建康城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 这个陈书宝 并没有组织什么坚强的那个抵抗 他从那个皇宫里头跑出来 就尝到了皇宫后花园的一口井里面 隋军发现了以后就在井上喊 陈书宝在井底下也不敢答应 那井上边的这些 隋朝军队的那些官兵们就 就在上头上面 说来 咱们弄石头把那个井给他填死算 他们就把陈书宝吓坏了 他就大喊救命 井底下有人 那么 上边的人就用绳子 拿一个大筐掉过底下去 在往上调研 往上拔他们的时候 就感觉非常吃惊 因为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沉重 结果等到把这个大筐也拉到井里上 井上边去的时候 一看 这个大筐里面是三个人 陈书宝 张丽华和龚贵贫 那个龚贵贫 这三个人在那大筐里面 陈书宝做了隋朝 隋文帝阳间的俘虏了之后 整个南臣覆灭 陈书宝和他的这个 黄石宗族没有人受到杀戮 就被这个隋朝好吃好喝的给供养起来了 成了南朝所有短命王朝当中的一个艺术 就是没有被投卢他的后代 隋文帝阳间几乎杀光了北州的黄石 但是他对陈书宝就非常宽厚 把他封为三平关闲 每次宴会之前 这个隋文帝就担心陈书宝 伤心呢 每次宴会都要咒乐的嘛 那么这杨坚一到这个时候 他就会叮嘱那些宫廷乐师 不许演奏江南音乐 免得陈书宝停了之后伤心 反倒是这个陈书宝 给这个杨坚写过一个报告 他上咒皇帝 说自己只有关闲 而没有官位 他就要求这个隋文帝杨坚 能够授给自己一个时封的官位 让他管管事 做点实事为皇帝效劳 杨坚笑了笑 完了等到这个陈书宝离开的时候 杨坚看着他的背影 对左右侍奉的人说 书宝全无心肝 这个男臣灭亡的时候 除了几个公认的坏蛋被杀死之外 就当众处决为了以平民愤 所有宫中当中的女子 只有一个张丽华被杀死了 原因就是因为他风华绝代 长得过于美丽 而且善言人意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桩 说不清道不明的案件 这件事情其实后来影响非常大 围绕着张丽华被杀死 其实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其中一个主流的说法 是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下定杀死张丽华的人 其实是统帅部的那个 叫什么 当时叫常识 统帅部的常识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今天统帅部里头的执行长 或者叫秘书长 其实统帅部所有的那个统帅 不管是后来的隋门帝 后来的隋阳帝杨广 当时的晋王 还有其他的几位统帅 其实这些人都是名义上面的 只有这个统帅部的这个常识 高炯 他是掌握实权的 而这个高炯在整个水朝 他起的作用非常巨大 这个人是真正的一代名臣 在中国历史上 他的名气极大 在古代史上 他的名气一点都不比诸葛亮小 就在商国演义出来之前 这个高炯的名气绝对是在诸葛亮之上 据说当时是他下令杀死的张力华 那么为什么要杀死张力华 据说是因为整个南臣被拂灭了之后 大军统帅杨广要求把这个张力华送到他那去 这个时候高炯就没有执行这位统帅的命令 他自己下令把这个张力华杀死 他当时举出来的理由 据说就是 商朝灭亡 商周王自焚死掉了之后 江太公下令把那个达记杀死 因为他们认为是这个达记红颜祸水 把整个商朝给弄亡了 但是因为这个达记长得过于美丽 派去杀他的那些士兵们谁都不忍心杀死这样的一个女人 没有办法 最后呢 这个江太公下令把这个达记的脸给蒙起来 这样新叫来的这个士兵才下得去手把达记杀死 现在这个张力华据说也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高炯就认为这样的人是人间的红颜祸水 不能留 所以下令把他杀死 据说高炯下令杀死张力华的时候 杨广曾经说了一句话 说高宫的德行我心领了 今后我一定会有机会报答高宫的 这就是后来为什么 隋杨帝杨广要把对隋朝既功高位重 同时又有极为崇高威望的高宫 要把他杀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当然 现在关于这个说法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就是有一些为隋杨帝翻案的人坚持认为这个说法是假的 是不存在的 是虚构的 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拿出来一个坚强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只能按照过去人们的说法来理解他 直到出现了新的证据和新的史料之后 我们才能够真的替杨广至少是在这件事情上方案 否则的话谁想提他方案可能都比较困难 这件事情我们也就只能说到这儿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隋文帝阳间 他是怎么样从一个虽然不普通 但是也仅仅是一个臣子这样的地位上面 怎么样就居然能够建立起来的大隋帝国 而且史书上有人评价 隋文帝阳间建立大隋帝国取代北州 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轻而易举的一个 最轻而易举的一个 这个情况确确实实 从古到今人们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就是都在讨论这个阳间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为什么就能够那么轻而易举的把这个 把这个北州就给废掉 然后他自己又轻而易举的建立起来的他的大隋帝国 几乎完全是和平演变过来的 仅仅是发生了几次 虽然说起来规模很大 但是很快就很快就会解决掉了几场战争 然后他居然就改朝换代建立起来的他自己的这个大隋帝国 而且在这之前 应该说隋文帝阳间他既没有特别高的这种威望 他也没有特别高不可攀的这种工业 同时他也没有建立起来他自己特别大的这种实力 就和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 比方说这个南朝的这个宋吉良臣 是吧 每一次他们改朝换代都是因为这个朝代的建立者 他已经建立起来的非常强大的实力 他已经成了一个巨无霸 没有人能够和他当时的这些巨无霸们相抗衡 所以这些人才能够取代那个前朝建立起来他们的这个后朝 然后他们建立起来的他们新的王朝了之后 又因为他们的那个子弟们不成器 甚至一个比一个坏 一个比一个是那种坏蛋胚子 一个比一个坏的让人瞠目结舌 所以呢 他们用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 在中国的帝王政治和政治文化传统的逻辑之下 就变成了一件 变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唯独这个隋奔帝阳间 他在这之前什么都没有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他既没有建立起来了不得的这种军功 了不得的这个文字 了不得的这种什么东西 然后建立起来的广环的威望 然后他又能够达到非常高的这个地位 什么都没有 他居然就能够改朝换代 这是在历史上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就这样 一千多年以来 从隋文帝阳间建立隋朝开始 一千多年了 直到今天 都有人认为 阳间建立隋朝 在创建一个新的朝代和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 像他这么轻而易举 那我们知道秦始皇兼兵六国 那么刘邦楚汉相争 刘秀 东汉的这个开国皇帝刘秀 他要削平天下建立起来的东汉 那曹操孙权刘备 这三国博弈的时候 那血流遍地的那个景象 凡是读过商务演义的人 可能都会有非常深的印象 是吧 然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导致了这个整个后来的八王之乱 然后再往后 两进南北朝 我们前面讲过的五湖十六国 就是所有的君主 都没有一个 不是杀的司机成山 血流成河之后 才能够踩着这个滚滚人头 走上到皇帝的农椅 唯独这个杨坚 他的那个皇帝宝座 来的真的是过于简单了 简直轻巧不成话 一言 三位 对 一位 一位 对 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